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是亮仔 最近随着理铁程序员落网之后 我们了解到很多球迷其实已经对于整个中国足团都不太信任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此前大家熟知的一些足协高层 自然就成为了大家怀疑的对象 在这其中我们了解到尤其是蔡振华这个前足协长的人 更是在近段时间频频遭到一些媒体包括球迷的造谣 让他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其实想要知道蔡振华在位期间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以及他的人品如何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前国评教头吴敬平在最新社交平台当中 分享了千字长文对他的一个评价 包括回忆的一些往事 从他这段长文当中我们能够了解到一个真正的蔡振华 首先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一次吴敬平作为我们国评的功勋教练 在社交平台当中分享动态谈到蔡振华的话 这一点是十分的难得 毕竟过往我们国评一直非常低调 也确实很少有教练去谈起蔡振华的这个前高层的一些具体的往事 在这篇千字长文当中 吴敬平回忆起了92年当时我们国评在国外取得好成绩之后的一些整体的一些生活细节 当时其实我们了解到了蔡振华带领着我们的出访团去到香港这边进行交流的时候 他还获得官方颁发了5000元奖金 在当时5000元可是十分的了不起了 那个时候他可能一个家庭一个月能够赚个几十块钱 已经非常的开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一笔巨款对于蔡振华来说 如果他自己拿下的话将能够很好的改善他的生活 但是吴敬平表示后续蔡振华回到我们内地回到我们国民内部之后呢 二话不说直接把那个5000元的奖金拿出来呢 贪分给了其他的一些运动员和教练 自己呢没有私下拿下这笔钱 另外一方面的话 当他带队参加相关的奥运会比赛每次获得奖金 除了说把这些奖金平均分给每一个工程之外呢 他自己获得那一部分还会拿出相当一部分出来呢 再赢一些给其他人 希望让大家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加好一些 在当时那种整体的生活比较结局的情况就像那 蔡振华还努力想要改善大家的一些生活 想要大家呢更加专注于比赛 不要为生活而奔波 努力专注比赛为国争光 所以如此看来 从吴敬平所透露的这些细节当中 我们能够了解到 也在蔡振华真不是贪图迎头小丽的这么一个人 他的内心里面的话 其实在那个位置 只是时时刻刻想要怎么样去为国争光 想要怎么样去让整个集体过得更好 想要怎么样去为大家谋福利 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人的话 在后续呢 也基本上不可能去到竹鞋之后去做一些 伤害我们中国体坛的事情 我觉得从他的一些细节人品当中就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前竹台名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我们很多球迷来说呢 有必要重新认识和了解一下蔡振华这个人 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一次呢 其实他之所以受累呢 主要也是因为李铁和程序员把他害苦了 这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 那么后续还是希望大家对于蔡振华 有一个公正公平的评价 给予他更多的支持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